每年3到5月间 当河豚卵巢发育成熟的时候 它们便从大海塑制江河产卵 清明前后长江水域 正是一派繁忙的河豚鱼汛之时 然而这派繁忙在今天已经基本见不到了 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变化等因素 长江里的野生河豚基本绝迹 当地人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想了解更多的河豚故事 就一定要去河豚大王的河豚渔村 今天接待我们的是郑金良的儿媳 他告诉我们 郑金良很忙要开会 他先安排我们吃饭 其中一道主菜 正是他们人工养殖的河豚 饭后再去养殖场的路上 我们了解到 如今人工养殖的河豚 在某种程度上 味道已经和野生的不一样 不过除了味道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还有人工养殖 河豚的毒性究竟有没有变化 这边河豚的量 这个每个瓷子有四千条左右 这样四个瓷子的话 一万六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养殖 是从两千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补两条 那个青本 那个就很有难度 两条青本就是做种的 那个时候拿了五万八 就两条鱼 而且还经过很多的周折 拿不到货 那现在这个河豚的毒性 跟那个野生的比较吗 这个河豚已经是控毒河豚的 没有毒性 经过检测下来 那现在这个河豚 如果卖出去的话 是卖多少钱 这个生的河豚批发到九点 是九十元一斤 不包括运输费 那如果野生的话 大概是什么 野生的今年我们还没收 野生的话应该 要几千块钱一条的 我想两三千总是要的 以往的话 野生的河豚我也没吃到过 他们前一辈子能吃到 现在吃不到了 我们没这个口服了 教主他为什么会变胖 这个变胖还是自慰 自慰 保护自己 装死吗 这个很毛的 变胖之后 可爱吧 再来一条 你要不要玩玩 把变胖之后 还是自我保护 都夹着痒 嗯 很可爱吧 鼓鼓的 像个玩具 几年前 郑金良自己成立了 一个长江生物标本室 他把他所能收集到的 濒临灭绝的鱼类标本 放进自己的标本室 然而 令他遗憾的是 这里放着的河豚 食鱼标本 都是他自己人工养殖的 他说现在要找野生的河豚 与食鱼做标本 几乎是不可能了 其实当时养河豚呢 觉得河豚又少了 估计要和食鱼一样去种 最早的时候呢 我是想养食鱼 但是食鱼没有了 长江里已经没有去种了 后来发现这个河豚越来越少 价格越来越高 价格高就意味着 要去种 所以说 我就开始养河豚鱼 您说当年河豚的价格比较高吗 在1999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河豚大概是什么价格 那1999年的时候 大概是2000块钱 河豚鱼是暖水性海洋底漆鱼类 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 在中国各大海区都有捕获 在现在所掌握的70多个河豚品种中 可食用河豚的品种只有十来个 郑金良告诉我们 目前40点烧制的河豚 是毒性相对较低的暗文东方豚 而郑金良从1999年开始养殖的品种 就是暗文东方豚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 你不知道哪条河豚 你能碰到 你会吃食能 但是吃不食能的河豚鱼也很多 它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它是毒素的差异大 它这个毒为什么有差异呢 就来源于 就是河豚鱼的一生 它要储存毒素 它未有繁衍后代 它要储存这个毒素 它在海里面吃有多藻类 有多的生物 剧毒的那种芦类 它就是每天吃每天储存 储存在肝上面 就是到怀卵以前的肝脏重量能达到体重的28% 就是很大的肝 完了以后发育的过程 发育了 它就攻击卵巢发育 攻击卵巢发育 就是毒素和营养攻击卵巢发育 那个卵巢变大了 肝变小了 就毒素全到子上面去了 一直以来如何让河豚的人工养殖做到产业化 如何减少河豚的毒性 或者说让河豚无限接近无毒 正尽量可谓费尽心思 它通过实验改变了河豚鱼的食物链 在淡水养殖以后 喂食了活的生物 螺丝 蚌肉 以阻断河豚鱼原本有毒的食物链 河豚的人工养殖获得成功后 从2002年开始 正尽量就开始河豚苗的放养 虽然现在的量还不多 但在它放养河豚苗的第四年 当它看到自己放养的鱼苗 最后长大 回游到原地的时候 它内心有着一种 难以言说的嫉妒 开始的时候 我就这样讲的 我说一旦反正成功 我肯定要放长枪 我说不管是 就算是再保守一点的时候 不要说社会共产什么 只剩后代 就算我自己的只剩后代 你留一点东西下来 这里是位于江苏海岸中阳河豚庄园的上海海洋大学产学园基地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们透露 该院承担了上海市科委的课题 养殖河豚食用安全品质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基于纳米技术的河豚毒素 快速现场检测技术 这一现场检测技术出炉后 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通过试纸 试剂盒 较准确地测出河豚的毒素 对于这个鱼苗正在副化 副化 也剩下每年就这个季节要搞副化 对吧 其他季节就不要了 对吧 今天正好只能把一个鱼苗 发苗了去 可以看一下 这种鱼它自己已经可以 自己可以吃东西了 就是刚刚那个蛋黄 那个特殊的那个是吧 首先用鸡蛋黄给它吃 现在这个技术都是你们已经完全解决了 对 河豚鱼的技术在这里面相当成功 我们有这个 我们中国最大的这个河豚鱼的这个种鱼群 种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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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块黑板上的记录 河豚鱼在全国各地的销售量相当惊人 一个月的需求量在几十万条 在当地已经完全成为一种经济产业 对 最远 最远 乌鱼群也有 新疆 对 那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运过去呢 大部分都是空运 空运 大部分都是 活运 活运 像这里面都是水 水 这个保证那里都是活的 对 是葱羊 这里面一带大概都可以放几张 这个里面就是大约十六条吧 来 装这泡沫 保温 河豚鱼作为一种经济产业 在当地早已不再满足鱼 从养殖到销售 这样传统的水产品销售运作模式 围绕河豚鱼 当地已经把这条产业链做得风生水起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可以用奢华来形容的河豚市值点 很难想象 河豚这条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鱼 在人工和无毒化养殖后 如今还显示出了不小的能量 我们从1993年开始做 做到现在的话 应该前前后做了20年 20年的话 从我们养殖的 从河豚鱼的亲本来讲 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七代 目前应该来说 从河豚鱼养殖的各个方面来讲 我们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河豚接近无毒 为河豚提供了更好的食用价值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河豚的毒素有着极高的药用价值 河豚毒素应该说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 应该说可以称为作为麻醉手术 从麻醉来讲最好的麻醉剂 它也可以用作戒毒 这个药物的研发 应该说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那你指的是野生河豚 还是饲养河豚 这个河豚 其实从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河豚往无毒的方向做 同样也可以把河豚往有毒的方向做 在这边不停归 这边不停归 这边不停归 你还不停归